大家好,我是老船长,他是猪脑袋 时间过得很快,十月份一晃眼又过去了 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面也有遇到所谓的廉价 就是所谓的连续假期 那扣掉这些零零种种的假期 你所看到的画面 就是你的老师他每一天都是股票大赚 可是你已经参加他很长一段时间了 可能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了,对不对 你会发现你的钱怎么越来越少 这什么原因呢? 我讲到这边很多观众朋友就很有兴趣听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上投资朋友对于分析师这个行业 可以说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是看不起 三个字 那为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嘛 因为大部分的分析师都会说谎骗人 不管是在媒体或在网路上 这个我要承认 虽然我是这一行的 我也是这一份子 但是我不是说致命清高 但我不愿意怎么样 同流合污啊 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不干分析师了 那如果我每每想起我在做分析师的那段时间 跟那些骗子一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的良心上过不去 当然啦 这个话讲给那些专门出来骗的老师 那简直是笑掉大牙了 对不对? 所以这十几年来只有我敢 对观世音菩萨发誓 我节目内容我说谎 我下死九成地域不得好死 请观世音菩萨作证 很多投资人觉得说老传长你可能作秀 那我说你来做一天就好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对观世音菩萨发誓? 你不敢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不要去 要质疑别人 那你 我打个生活化一点来讲 你敢跟你的老婆 或是老公发誓吗? 说你外面没有人 对不对? 对观世音菩萨发誓 很多人都不敢 这个很无聊啊 这个小孩子很幼稚 对因为不敢 原因是外面真的有人吗? 是不是? 那我觉得人 你不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神明 我看很多老师 我看他们的节目 我不是说要去找查或怎么样 就是有时候无聊嘛 转一转的看到你就 你一听就知道是根本是鬼扯淡 再说谎 可是呢 观众是听不出来的 只要你参加了他的会员之后 你才发现 真的像老船长讲的一样 就是一个天大的骗局 而这个骗局啊 怎么骗的 老船长已经破解了十几年了 我们就是不相信老船长 那因为这个月过去了嘛 根据你的老师每天上节目都大赚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 不得了啦 获利大概已经超过一两百%了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你是赔钱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先看到这档股票叫贯德 代号2520的贯德 为什么要讲贯德呢? 因为第一个 今天没有投顾老师会讲贯德 你有买的 我知道你们是跟着你的老师买贯德的 对不对? 你会放心 他今天节目上不会讲 第一 他不会讲说因为昨天贯德 往上冲 一副要涨停了 所以呢 老师我呢 因为这个接下来的节目 不管是电视或是网路 我要表演 我要招收会员 代表怎么样 你看我的股票叫进去 就会怎么样 拉接近涨停 因为贯德昨天没有涨停 那你们交会费给我嘛 那我还要再骗新的 因为旧的你们已经交了 你们都知道嘛 你们收到抠讯都知道 贯德已经快要涨停了嘛 是不是 那我老师我只要在节目上说 你看我们的贯德 是不是很漂亮 攻到快涨停 这一句话就是头顾老师 专门用来骗人的 我再讲仔细一点 你看我们的贯德 拉到快涨停了 我们的贯德 对 你买涨停前 大概一两%的 叫做我们的贯德快要涨停 那今天呢 今天呢各位看一下 摔死啊 今天有没有人讲贯德 没有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们又会收到新的抠讯 我们现在将贯德的资金怎么样 转移到另外新的股票 其实你们的贯德是赔钱出的 你是他的会员你才知道 这叫宝宝心里苦哦 宝宝不能说啊 因为他们会想起 古海老产长教的 那就表示他们自己是什么 是猪脑袋嘛 被人家耍嘛 你敢说你昨天没有收到贯德的讯息 叫你买进 有没有你讲 那今天怎么办 那贯德为什么昨天买 各位看很简单嘛 如果你参加投顾哦 都是怎么样 网上大冲大拉了 他在叫你买 然后买了第二天不行的话 又叫你出 你交会费干嘛 你不是神经病嘛 你不会自己啊 你还要交会费给他 然后每天还要忍受 他在节目上吹牛逼 在吹嘛 啊 敢不敢说你昨天带会员买贯德是追高的 而且他会用这种手法 你注意哦 我说过你已经参加他们一段时间了嘛 这些老师哦 打麻将叫清一色都一样 他们的手法就是 他每天也不需要研究股票都不用 他就是看什么股票 现在怎么样 爆量往上冲了 要攻涨停了 他们就叫进去 叫进去一定输吗 也不见得哦 叫进去哦 如果再涨的话拿出来表演 那如果没有涨呢 第二天就装死了 就静悄悄的 那最近很多的股票 大家都知道 你我都知道 你进去追就死了 尤其是什么 我讲的 高阶的股票 你不要去碰 对不对 你不要去碰嘛 我昨天坐在这边 我还说 下一波高阶的股票 最危险的就是散热模组 我昨天没有讲 每一个观众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昨天散热模组是没有跌的 全市场你看投顾节目 只有我一个人讲 我一个 表示我是怎么样 我们是真的有专业在预测的 可是我们这一种 比较没有办法吸引观众 来参加会员 那种假的 每一天 你注意看他动作 一直在换股票的 什么我们又把资金挪到这一档 然后怎么样 这一档你看看有涨吧 我们这一档挪过去是应该的 掌声鼓励 听他在讲故事 你们就这么蠢 他不是挪一档 他是挪一堆股票 拿一档出来怎么样 撇清 表示我们挪股票 是因为我们这个看不涨 我们换另外一档 换了另外一支大涨 你看我有挪错吗 你们这些猪脑袋观众 都挪得好 应该要挪 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你们不知道 只有你是他的会员 你知道 他在玩老船长讲的把戏 就是一直一直的换 一直一直的换 那我请教你 你今天你假设 你只有60万的资金好了 你被他骗了嘛 对不对 他又推各种专案 很便宜叫你去参加 节目上表现都100分嘛 你当然参加 对不对 你心想从此以后 就每一档都赚钱了 对不对 只要他换股票 换了那一支一定不会涨 换过去的一定大涨嘛 节目表演不都这样吗 好 结果呢 你60万参加之后 他一直叫你换 你一直 这支没有赚了 停损了换好 你就跟着换一次 这支又停损又换了 等到换到第三支的时候 我跟你保证 他发抠讯了 你不会跟了 就不好意思 刚好第三支大涨 他拿到节目上 耀武扬威 你看我们的股票 今天我还给你看抠讯哦 大涨 有没有 真的有哎 我有发抠讯 你不跟是你家的事啊 对不对 我叫你停损 你就停损了 你为什么不跟呢 可是各位观众 你们去想一想 你是一个上班族 你一天到晚叫到抠讯 就是每一天都在换股 都在换股 你有办法接受吗 我是用心出发 我把你们当人啊 这些我跟你讲 吸血鬼 大魔头 他们是不把你们当人的 只要他在节目上表演成功了 他可以骗很多的会员了 那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自己要 我今天我先讲 我不是来做生意的 我推这个 我出七成的资金 你出三成 换老师 如果你现在正在遭遇哦 我想 大部分的老师都是用这一招啦 我直接跟你们讲 大部分啦 所以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节目哦 你不要来参加我的会员 你不换成是我也没有关系 我今天我讲这一集节目 我不是为了这个案子 你们要搞清楚 我不是 我只是要让你们看清事实 不然有朝一日哦 你哦 刷存折走向归零高之路 然后要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你不要说 中华民国的分析师都是垃圾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我希望你不要这么说 因为怎么样 彭湖湾这首歌 最后一句叫做 还有一位老船长 我跟你说啦 我有一天我退休的时候 我至少我可以 我可以怎么样 抬得起头啊 我当头顾老师的时候 我没有干过这么下山烂的事情 但是你们现在参加会员 我可以跟你保证 几乎都这种型的 我劝你们不要交费用 你们自己乱追就好了 因为你参加他 他就这样搞你嘛 对不对 烂股票也叫你买 不相信 下半段节目回来 我们一株一株来看 导播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顾德头顾老船长 顾德头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顾德头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顾德头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享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顾德头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酒价罚很大 一 提高酒价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价具体或具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价再败 聚检及聚策再败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价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拔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价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价也加重处罚哦 酒价零龙人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好 我再讲一次 手上有贯德的朋友 就是你的老师叫你买贯德的 你注意看 都是这种线型 有没有 网上大拉的时候 他就带你追进去 那么昨天根本没有掌停板 今天你看你老师的节目 他绝对不敢讲他看好贯德 吓得跟孙子一样 听得懂吗 我再讲一次 吓得跟孙子一样 但为什么叫你买贯德呢 很简单嘛 就是追就对了 你们交贿费 你自己不会追啊 他是看好吗 他不是看好 你们懂不懂啦 这样懂了 看好今天有本事拿出来说 继续看好贯德 贯德明天会大涨 敢不敢讲 绝对不敢讲 这就是台湾的分析师 让人家瞧不起的地方 反过来我这段时间 一个多星期 我叫你们不要玩高阶的股票 我也没有讲 老船长你讲了一个多礼拜了 但是我们不相信你 我们就是要玩高阶的 非常好 来看一下 贯德是不是高阶的 这一根喷出去高阶了 到顶了 你要不要去追 你去追没关系啊 你昨天去追嘛 不是我追啊 是我的老师叫我买的 对 你们看你们老师在节目上 都印那个字卡 有没有 K线 你们会发现 每一次他带你买的股票 都是怎么样 哇一根大量冲上去的 他自己露出破绽 他都不知道 你去看几乎每一档都是啊 然后呢 如果追的当天没有大红K哦 哇变黑K流常常上影线哦 当天的下午晚上或网路节目 你看他不会讲那一支啊 他讲别支 哦老船长你好厉害哦 我告诉你全国唯一 只有我会破解 因为我相信世界上有神明 他们不信的 这样你听得懂吧 我不是要跟你做生意 我再讲一次 我节目做给观世音菩萨看的 你们不信观世音菩萨 没关系 我相信 这样听得懂吧 你们被人家骗 被人家心甘情愿当猪脑袋 你也不要去怪别人 好不好 除非呢 你从来没看过我破解 我破解这一些 你看过了 你还去 你咎由自取活该 我讲真的是如此啊 好 我们现在看测标 六四六二 神盾今天大跌 对不对 好 我告诉你 头骨老师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 注意看哦 你们一定在这一天 突破收到抗讯 敢说没有 有啦 只要你是欧巴桑的会员 都是在这一天收到抗讯的 注意看哦 然后呢 摔死之后呢 欧巴桑就会告诉大家 他们是卖在这里的 市场上一定有这种赖生活圈 会有这种造谣的图卡出来 就是公然骗三个字 带会员买这里 注意看哦 买这里 头骨老师一定是买这啦 哎呀 我在市场上这么资深的分析师 我会不知道 一定买这里 突破嘛 然后买进去之后摔死 现在全市场没有人敢讲神盾 你有收到抗讯买神盾的 我只能说活该 你自找的 你看你的老师节目 天天永远大转 你就知道它是金光党了 你还要加入 你要怪谁 再来看第二支 今天一大早 今天一大早消息就出来 哇 性能高 大路啊 iPad什么电池供应链 哇 讲的跟真的一样 所以啊 早上你在这边收到 头骨老师叫你买进 性能高的抗讯 有没有收到 有哦 很正常 他们就是这样干的 收到之后呢摔死 那摔死以后怎么办呢 你看他的节目 绝对不会讲性能高 绝对也不敢看好 这就是你跟的货色 你听得懂吗 好 再来六五三八 你心里面不用难过啦 这是你自找的 来 仓和 有没有老师叫 我给你保证有 看到没有 老船长 每一支你讲的都是高档 高阶的股票 你就讲一个多礼拜 叫我们不要玩高阶的 我们就是不相信你 玩了就玩死人了 看到没有 昨天仓和大涨 一堆头骨老师 叫进仓和 看到没有 一堆哦 今天呢摔死 你们要听那种callion 还是看我的节目就够了 我说只要高阶 通通不要玩 我一句话讲完了 我救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只要相信我的 我告诉你 我比你的老师好太多了 你的老师就是出来骗的嘛 讲难听一点就是这样 不是吗 老船长 你讲的各种骗数 我看我老师节目 通通都有 对 好 再来我们看下一档 3105 稳茂 稳茂昨天 昨天有一则新闻 有关于PA的利空消息 有分析师就解读 这个是利空 不行 但是也不能去空它 我会在这一面 因为昨天稳茂涨 昨天登稳茂利空的消息 结果昨天稳茂涨 看到没有 有看报纸的投顾老师 奇怪 你昨天登利空消息 你是涨的 得到结论 跟观众说什么 这个稳茂不能放空 看到涨就下跪了 然后说自己是全市场最厉害的怎么样 空头大叔 就今天怎么样 摔下来 昨天是漂亮的空点 但不管怎么样 我说这个高阶要不要玩 来你们回答我 高阶要不要玩 唯一全市场讲一个多礼拜 说高阶不要玩的 真的只有谷海老船长 所以不是什么放不放空的问题 也不要因为昨天一涨 报纸登利空 我们还是怎么样 装孙子装龟孙 跟观众说 这个不能乱空的 对 昨天是绝佳空点 不懂就不要吹牛 然后说自己是全市场最厉害 要不要脸 我真的很受不了那种 动不动就说自己是 全市场最厉害 是谁讲的 他自己讲的 这个就我们中国人叫 这个叫厚颜无耻 我什么时候你们看我会说 我是全市场 什么做多做空最厉害的 我不会这样不要脸 那如果我说我是全市场最厉害的 请问一下是谁讲的 是你讲的吗导播 还是摄影师 你们从一个老师的言行 你大概就知道他的修养 到哪里 那个骗子往往都怎么样 字铺其短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这样子讲 稍微有尝试的人就知道 你根本在鬼扯淡 再来6230 就我讲的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说 散热模组要完蛋 有没有 接下来要完蛋 我昨天还讲 我说再来的族群就要小心操纵 你看3338 太硕 有没有 今天也跌 3324 是不是高档你去玩有没有用 双红高档你去玩有没有用 你告诉我 你把我的话听进去没有事的 再来8086 对不对 高档玩有没有用 你告诉我 老船长你真的好厉害 越来越相信你了 对你相信我没有用 你已经套在高档上 恭喜你 再来我们来看6451 迅心 这也是一堆人的股票 看到没有 你们高档玩没关系 我叫你们做中阶的股票 你就跟我唱反调 你就去做怎么样 高阶的股票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档 不是高阶的 我看我这么多 我就只讲一档不是高阶的 6153 加联益 我说过一句话 我说 而且我讲过不止一次 我说你要做PCB 你要做哪一档 我说我都没意见 你这一辈子就千千万万 不要买加联益 我有讲过 那原因我说 我不要乱讲 因为讲到说 万一被人家告 对不对 但是你就听我的话 你就不要碰加联益就对了 这支股票你就不要碰 那有些老师他经验不够 或是他的人脉不够广 消息不够灵通 他会带会员去买加联益 我在这边已经讲很多次 不要碰加联益就对了 你去做加联益 我告诉你 你大概书面费非常大 杀下来你们就会杀了 拉上去你们就会追 他就给你颠倒就对了 不要去做加联益 你做别支嘛 对不对 华通今天创新高了 你的老师不带你做华通 他带你去做加联益 瓶盖股是谁 比较棒 华通 怎么算也算不到加联益 对不对 用基本面 压本面来看 怎么样 你就算你要做PCB好了 你也是买华通 甚至你买新兴 你也不可能去买到加联益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台北股市现在这个盘 看起来跌21点 今天量比较大一点 很多人怎么样 想说到底哪一天要开始空 就会有人在这个媒体上说 为了要空 你要找他 因为他是最厉害的 我觉得这都厚颜无耻 大家要不要翻开过去的记录 会说自己最厉害 就是过去 被嘎了一整年的 放空被嘎一整年 然后说自己放空最厉害的 在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老师 有 就不要脸到极点的 你们去看YouTube 我跟你讲 神明都在看 去查过去那一段 有没有 谁被嘎一整年的 就是说自己最厉害放空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讲话我负法律责任 因为YouTube都在 要不要一集一集来看 那个难看自己 我觉得人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你不要做一些怎么样 丢人现眼 尤其是丢你自己父母亲脸 这样的事情 我的父母亲都在天堂了 我到现在我都想 我做什么事情 我不要去丢我父母亲的脸 如果是为了赚几个凑钱 那我觉得怎么样 不是我老船长的风格 你们看我的节目 我讲股票 我都会讲一段时间的 我不是说今天它跌了 我就不讲 那今天我没有时间 讲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今天不是平盘 就是跌一咪咪 很合理吧 但是你的股票大跌 今天看完我这一集的节目 我不是要做生意 我只是告诉你说 如果你由心里面想到说 你是该换老师的 你不要再当人家 野你的猪脑袋了 那我告诉你 我帮你出七成 那因为这个我会赔很多钱 大家都知道我不骗人的 我这个诈骗 就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所以这个单我接 我是赔大钱的 所以我只推这一次 明天你看到我推 我就每一个观众 赔五亿八千万新台币 因为这个我真的赔很多钱 我只要让你们这一些 被人家当猪脑袋的朋友 来找老船长 我帮你们负担 我帮你们负担 没有关系 该是你换老师的时候了 否则你总是 有一天会刷存折归零膏 然后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你准备好了吗 五 是 把握这唯一一次的机会 来跟着谷海老船长吧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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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像YouTube应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听到看到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室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队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谈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关键 故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故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故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抢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金融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带领您避开风险 再创财富巅峰 故得投顾 恰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古海茫茫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同志